今年8月与花莲市签署友好交流协定的日本北海道串路市 在台湾国境捷径后 对比派员组成观光彩线团 17号前来拜会花莲市长魏嘉贤 除了转达串路市长明年将率团来到花莲之外 也针对休学旅行、包机直行以及观光交流等做进一步的协商 今年8月花莲市长魏嘉贤通过网路视讯 与日本北海道串路市长沙明大野 共同在线上同步签订两世间的友好交流协定 随着台湾国境捷径后 串路市特地派员组成观光彩线团 包含总和政策部长兼野龙博 产业振兴部长雄谷申盛一 及串路有台议会联盟会长田中幽州等人 17日前往拜会魏嘉贤 那我们主要也是要洽谈未来有关相关包机直行的一些议题 那还有未来高中学术的一个交流 那还有我们未来物产的交流 跟很多经济方面的交流 那我们真的希望透过姐妹市 不断的把花莲市行销出去 也让更多国外的朋友能够来到花莲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川租市长那么用心 也派了非常多的一个特使的部分来到花莲 那也来先来勘察花莲的一些地景 那未来观光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人潮 那日本是台湾人首选的观光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日本人也是首选花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地点 那我们希望不断的透过城市的交流 能够让双方得到非常好的印象 未来嘉险会在这一块努力的来推动 相关的城市交流 也希望未来的市长 也能够持续的把城市交流做好 让更多国际的人能够看到花莲 在观光的层面里面是越来越好 金野龙博部长表示 川陆市长预定明年1月率团来访 除了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探望10年前出界的一对丹顶鹤 也将专程到花莲市拜会 此次访谈包含期盼未来日本高中生 能到花莲休学旅行 还有协调航空公司与旅行社的支持 开办包机直行的可能等 期盼透过城市交流 促进观光和经济发展 也深化台日双边友好关系 记得蒋邦彦 华莲市报道